另外一个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病毒变异对这个疫苗效率这个影响 我们现在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看了这个数据 现在全球相公公这个数据库上能够获取的数据 大概有十万多条的这个全病毒序列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序列都是高质量的 大概六万多条我们是可以用的 那么在我们七大洲里面现在除了南极洲没有上全序列以外 其他六大洲的序列都有 我们做了一个生物性学的统计 因为包括我们的疫苗包括国外的疫苗 现在这我说是金融层疫苗 我们都用新冠病毒的毒刺的S基因那一段 所以我们就关注了这一段的变异 在这一段变异里我们看只有一个是比较相对稳定的这个变异 就是在那个S的614614个氨基酸这个位置 那么他们有一个单点的氨基酸的突变 这个通病我们通过同源模件来看 它和真正的RBD的结合区是比较远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整个的全S它是将近400个碱基 380多个碱基 那才突变一个碱基 就3800多分之一 它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另外一个呢 它和一个主要的这个RBD区位置也比较远 所以从推测来说 它对疫苗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那才突变一样的 是和尔子一指最后是有的 这两个人有的 有的 感谢观看